因為只要你要來看到昨天講賽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真的是相當的遺憾 開賽二連勝的中華隊 雖然後來手帶陪風開轟破蛋 但是面對日本隊仍舊是以1比3 吞下了首敗 延續國際賽事對戰 全職業的日本武士隊八連敗 此戰可可惜大過於遺憾 在世界的12強棒球賽 晉級之路依然清晰 只要在今天擊敗澳洲隊 日本隊擊敗古巴隊的話 還是渴望搶下四強的門票 好 持續為中華隊加油了 世界棒球12強賽的賽事如火如荼 中華隊在昨天大巨蛋迎戰日本隊 是以1比3吞敗 不過台北市長蔣萬安 還有台中市長盧秀燕 合體現身的大巨蛋 並且準備了各種的應援小物 蔣萬安就表示說 因為是對上日本隊 所以他特別準備了章魚小丸子 還有哆啦Amo最喜歡的銅鑼燒 要大家一起來吃爆 另外在盧秀燕的部分呢 他準備了壽司 說希望中華隊一路迎球進軍東京 另外兩位市長也搭上 最近非常紅的吉卡瓦的熱潮 用最特別的應援棒 要幫中華隊喝彩 因為今天是我們隊日本隊 所以我特別準備了章魚小丸子 然後還有哆啦Amo很喜歡的銅鑼燒 就是大家一起吃爆章魚小丸子跟銅鑼燒 秋仁姐準備什麼 我準備了 我今天晚上跟萬安要開吃sushi 我們希望中華隊贏球 而且一度贏到底能夠進軍東京 太棒了 所以大家一起為中華隊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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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落後多達6分的韓國隊 在昨天的世界12強棒球賽的B組 預賽上演了驚奇大逆轉的戲碼 靠著第八局猛冠5分一舉超前 中場是9比6輕浮強敵多明尼迦 保有晉級賽的這個循環賽的機會 落敗多明尼迦現在確定無緣下一輪的賽事了 真的很好 我們準備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